離11月24號的九合一選舉只剩下兩天 許多候選人都抓緊時間做最後衝刺 到處掃接、敗票 台中市長林佳龍和市長候選人盧秀燕 也都各自找幫手前來助政 就是希望能夠爭取更多民眾的支持 2018年11月21號 台中市長候選人盧秀燕 也和許多市議員候選人 一起來到台中市元寶宮 祈求平安一切順利 盧秀燕表示他當選以後 一定會積極地改善和解決市民的問題 這段時間呢 我們只透過我們的經濟的政見 透過我們空污的反空污的政見 還有我們幼教 還有我們這個對於弱勢的照顧 這個都是長期以來 我一以貫之的一個路線 所以到最後一天也是一樣 那我們都會不斷地告訴市民朋友們 盧秀燕當選以後 我們最重要的是要解決市民的問題 在現場盧秀燕也和每一位支持者握手表達謝意 並且發放口罩給媒體和民眾 盧秀燕說 近幾年中部地區的空氣品質都不太好 希望大家也要多注意身體健康 另外被媒體問到林佳龍市長在藍燕票倉的水南市場掃街 拜票時 盧秀燕則表示 每位候選人都有自己努力的方式 不過林佳龍市長現在才來拜票 可能為時已晚 台中市這麼大 那我想候選人每個人都很努力 那會去跑哪個選區自由判斷跟決定 那不過我今天有看到一個媒體電視台的標題 他說這個市場盧秀燕在選舉期間已經至少跑了三次 那林市長好像是第一次去嘛 所以平常要燒香 臨時抱佛腳應該是有點來不及的 盧秀燕也強調 因為選區沒有劃分是誰的 所以林佳龍市長要去哪一區拜票 他也沒辦法干涉 不過不管是哪一區 他也都會全力以赴 做好自己的本分 努力的替民眾解決各方面的問題 記者陳文旭 楊靜 台中報導 再保護滿宮 小貴 小貴